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宣布要出台一系列的法律 其中有一个呢与大家关系比较密切的叫什么呢 叫房地产税 按他的说法2019年要完善立法 2020年就准备从试点城市开始推广执行 就这个东西呢他也知道全国范围内不可能一次性的推广下去 因为他确实有自己的问题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他就是1986年设定的那个房产税的一个扩大版 他把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印花税 包括现在搞出来的这个根地使用税 全框在里面 一大堆东西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地方财政 人们都说土地财政占了一半 其实远远不值 是吧 那么2017年达到一个顶峰 全国各个地方财政一共收了多少钱呢 收了5万亿 那么很遗憾 是吧 2018年立马就跳水了 对不对 经济出现问题了 没有那么多新增住房 没有那么多这个新增 住宅用地了 不可能再盖这么多房了 对不对 没有工作机会 城市缺乏流动性 6500万套空置房 那边怎么办 你现在再让房地产企业区 买地盖房 是吧 政府财政再想收一遍 这个土地出让金 这已经不现实了 那么外资企业正在往外跑 是吧 类似也跟着往外跑 在这种情况下 新建工业园区 扩大这个工业用地 从农民手上 三分不知二分的 把地收上来 是吧 强拆 拆完以后呢 建成工业区 三通一坪 五通一坪 是吧 你甚至就搞九通一坪 都没有用 九通三坪 你都没有用 为什么呢 那没有那么多 金凤坊飞过来了 是吧 你搞什么工业区 最后都是鬼层 那么很快 2018年 地方才是全国收上来的 这个土地出让金 多少钱 三万亿 这是一个典型的跳水 所以我们看这个 2011年刚开始搞的两个试点 就是那个重庆跟上海 就房产税的试点 现在喊停 为什么呢 因为他收少了 是吧 他收0.6 那么0.6的话 你算一下 他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收 很多还可以给你免 是吧 免个几年 那你就算 一年都不免 全国范围内 就像我们去年知道的这个数字 是吧 455万亿人民币的 全国房产的这个总价值 你都按0.6来成 一年不过也就三万亿 是不是 他不够花呀 中央和地方 他就没分呢 怎么办呢 所以他今年准备出台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 现在要求是分两种收房 是吧 他的面其实并不大 他不是说什么房子都收钱 对吧 他现在提出来是 呃 一种是自住房 就你用来住的 他是按1.2%来收 是吧 如果说你是出租的 他是按出租的这个租金 收18%好像是 那你不管他怎么收了 总体而言 他现在在全国范围内 就算收不到 全国的房子 他开始搞试点 他其实这把捞下来也不轻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这些政策出台 其实都跟房子有关 围绕着土地财政 围绕着房子 我们以前说 这个房子叫一房四尺 是吧 第一道 第一道就是土地出上金 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你转让住房的时候 他让你交20%的个税 第三个就是房地产税 第四个是即将出台的遗产税 那么你看房地产税 跟这个遗产税 再来了以后 所有的这个 你花一辈子积蓄啊 买了房子 有的人交代你 房子还不完全是你的呢 你只有70年的产权 说白了一句话 你跟租的是一样 但是他把你当成一个私有产权 他觉得这房子 70年之内是你的 所以你得交房地产税 这个税 全国范围内 他应该也是 30个左右的城市 搞市顶 前几年就开始了 2012年就开始了 他一直在筹备中 不是说今年突然冒出来的 对吧 我们一直以为 全国有这么多控制房 是吧 这么多官员 手上有的有几十套 上百套的房子 他们可能会有抵触情绪 那么现在管不了了 是吧 中央发现 这钱不够花 地方政府财政稳定不了 地方稳定不了的话 中央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加快房地产税的这个出台 所以我们看到 今年这个栗战书一蹦一跳的在那报了好几个 新的涉及到加税 收税的一些法案 那么有一些是变相的 这个房地产税呢 是名字抢 对吧 尼克强在那忙着减税 其实减不减呢 没什么用 你没什么企业可以给你长久的贡献 税付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经济啊 前面二十年 确实有一点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的 就按这个最近几天爆出来的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GDP的增长长连 长达九年一直是加百分之二 你百分之五 他说你百分之七 你说你百分之六点五 加二 是吧 百分之八点五 他就长期造假 在造假的这个程度上 那么中国的税收 每年的增幅是GDP的三倍 是吧 那么不是一年 是吧 长达二十年都是这样干下来的 所以现在感觉到 就中国的税付到了这一步 其实已经很奇怪了 我们经常说 政府在买一个房子里面 就是你到手的这个价格里面 他要拿走百分之四十以上 因为各种税费据说有六十三项 那你买一个新房 你得有六十三项的这个搭搭收费的 是吧 完了以后的价值 房屋价格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有些人说是百分之六十 这个你不用去管 你现在就记住 你每年又要交一个房地产税了 大城市呢 会第一批去进行征收 那么小城市 有的半死不活的是吧 根本目前他收不了 所以大城市 会第一个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 我们知道2019年出台了很多优惠的政策 他就希望你能去买房 因为除了中国的房市 中国没有更多的容纳油资的这么一个市场 是吧 你如果说股市盘子要是足够大 那还能撑一撑 但是股市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不到十万亿的一个盘子 对不对 他来回就是波动再大 吸引不了那么多油资 未来中国的问题会更大 因为你没有工作机会了 你现在你现在面临的什么呢 就今年不仅失业的问题很严重 原先企业因为外向型经济出问题 那么他企业在裁员 那么中央政府呢 又做出了两个举措 一个呢是把事业编制的 把他当做企业来对待 就今年开始改制 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财政供养不了这么多人呢 他要把他们推向社会 让他们企业化 自负盈亏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中央开始有很多企业 他现在开始出问题了 他把55岁和50岁这个界限 又重新提了出来 前几年我们一直看到 他们非常兴奋 因为养老金有缺口啊 是不是 他们总觉得把人折磨到 你拉不了几年养老金 这样养老金的缺口 不是越来越小吗 所以他们曾经一直希望 跟世界接轨 要求这个延迟退休 前几年两会一直谈这个问题 现在好了 一刀切 55岁 你可以回家了 女的50 是吧 那么你现在的问题就在这 整体中国的经济 今年围绕的就是两个字 失业 所以呢 因为没有工作机会 因为失业率过高 房地产的问题 他必然要表现出来 城市没有那么多流动 人口进入 什么没有工作机会 他就没有流动人口进入 那么城市里面大多数人 他本来是有房子的 对不对 没有净流入 房地产是拉不起来的 实在拉不起来 没事 他现在给你收房地产税了 你不能说你房子不要了吧 你就是自己住 你得交一点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 就你往哪跑 他都有榔头等着你 总有一款适合你 所以你现在没办法 今天有一个哥们跟我说 说这个 政府为什么会出台恶法 我说那没办法 他手里有枪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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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